又又来了 等得我都快睡着了 我的占星术果然不会出错 喂 你 跟我走吧 你是上门推销的占卜师 不好意思 我们可不需要 你 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吧 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件事 因为我所掌握的 是真正的占星术 没什么疑问的话 我们就出发吧 真麻烦 那我耐心一点解释吧 我的名字是 阿斯托洛吉斯 莫娜梅基斯图斯 考虑到记错 我的名字会非常失礼 通常我会允许别人叫我莫娜 我是占星术士 现在正要替我的师父 去蒙德城拿一个箱子 这是他和一位朋友 在五十年前定下的约定 但现在他上了年纪 行动很不方便 只能靠我了 拿回箱子 这件事听起来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拉我们一起走呢 这个嘛 因为我还想和那个保管箱子的家伙较量较量 师父和他的朋友在神秘学方面斗了一辈子 也没能分出胜负 要是我能赢 那我不就比师父还厉害了 准确来说 是证明占星术的实力和地位 不过 通过我占星后的观察 现在师父的朋友离开了蒙德 保管箱子的是他的继承者 和我一样 那位继承者一定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可不能掉以轻心 这场较量 我想稳操胜券 考虑之后 我就想到了你 话题是怎么突然跳到他身上的 从师父那里传承下来的知识 是要一直传承下去的 假如我去见他的时候 已经带上了我的徒弟 那不就领先于他了吗 而你又是蒙德的大英雄 身份也配得上我 所以 哎呀 不要你真的当我的徒弟 只需要你演一场戏就好 再说了 跟我一起去拿箱子 这件事对你来说是有好处的 等我见到那个继承者 就有机会与他互相交流知识 你的命运我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到时候更远的 更模糊的事 比如 神明血清什么的 我都能给你答案 那 那确实是比我们一个一个国家 找起来 要快多了 明智之选 那我们就出发吧 不过 在离开之前 我有个地方想去一下 可这样开在这种地方 生意当然不会好了 哎 木娜 你来得正好 你来的路上 看见了一个玉石戒指吗 玉石戒指 好像没什么印象 哎 这可麻烦了 我的宝贝戒指 一不留神就被史莱姆吞掉了 那可是我母亲留给我的 啊 这种事有莫娜在就不愁了吧 她的占星术那么厉害 那可不行 占星术是用来洞察真实 观测命运的严肃知识 可不是用来打杂的 但你之前不是说 老板很照顾你吗 这是尊严 也是心境的问题 占星术是如果认为 占星术能解决一切 就会被星空放弃 占卜会失去指引的能力 再也看不透前方的迷雾 所以 原则就是原则 有这么厉害的能力 居然不用来赚钱 太可惜了 唉 本来说如果你们愿意 我可以出两万摩拉做仇谢的 两万 两万 没有啊 只是觉得能捡到戒指的人运气真好啊 这样就能赚两万摩拉 是这样没错 不过呢 老板做生意这么辛苦 远一花大钱去找这个戒指 他一定意义非凡吧 就这么走了也不太好 我们努力找一下吧 就算不用占星术 或许也有另外的办法 他和我想到一起去了 这件事就交给你吧 这是师傅交给你的第一个任务 既然是被史莱姆吞了 那可以用元素诱饵 把附近的史莱姆全都引过来吧 还记得吗 就是帮迪鲁克老爷提炼过的 那个元素诱饵 其实 我悄悄带了一点在身上 作为搭档 我很口口吧 看起来 你们有好办法了 嗯 我们去去就来 找到了 就是这个戒指吧 这么漂亮 肯定值不少钱 我可没想什么歪主意 我们快把它还给朱老板吧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我还以为永远都见不到它了 居然真的找到了 你们挺厉害的嘛 朱老板 像这种珍贵的东西 一定要好好保管 下次可能就没这么好运了 没错没错 要是弄丢了我母亲送我的 这第二百五十三个戒指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家交代 哦 可能有些小误会 我家里有三座浴室矿 家母为了让我讨个好媳妇 就准备了很多浴室首饰 当传家宝 加起来 大概有五百多件吧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开客栈啊 太早继承了家业 难免会觉得单调和枯燥嘛 总之 非常感谢你们 这是答应要给你们的摩拉 请一定收下 那我 那我就不客气了 明明功劳和苦劳都是我们的 弟子就要有弟子的样子 怎么能和师父邀功呢 不是说好师徒只是演戏而已吗 现在就要开始练习啊 不然到了蒙德就穿帮了 那个继承者估计和我一样 是非常聪明的 好像有什么特别响亮的声音 哦 对了 你应该有一两天都没吃饭了吧 因为没 住嘴 住嘴 没那回事 别管那个了 呃 我突然觉得 这件事弟子确实也有功劳 干脆用这笔钱 请弟子吃顿好的吧 往北边走有家旺叔客栈 听说那里的饭菜特别美味 我们就去那边尝尝 不用感谢我 这都是一个可靠的师父应该做的 他说要请我们吃饭 我没听错吧 快追上去吧 有好吃的 既然是莫娜请客 我们想点什么都可以吧 当然 师父是很大方的 不过前提是你们吃得完 浪费食物可不好 请问想点些什么呢 选用又大又肥的虾 裹上炸的脆脆的土豆 口感非常奇妙 顾名思义 就是素的鲍鱼了 一点都不输给真正的鲍鱼啊 虽然豆腐这种食材普普通通 但和蟹黄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是我们的招牌菜之一呢 这是老主顾们特别喜欢的一道菜 笋和肉和火腿一起煮 调出风味浓郁的汤汁 要是浇上两勺净饭碗 配多少米饭都不够 都 都点 我们只有三 不对 两个半人 太多了吧 海蒙不是这样计数的 而且我想吃的都还没点呢 松鼠鱼 香嫩焦焦鸡 还有珍珠翡翠白玉汤 好的 那这边这位客人还需要点什么呢 我 我想随便问一下 现在点的菜 一共大概多少摩拉 两万摩拉的样子吧 那不就 我 我只要一碗酥面就好了 好的 一碗酥面是吧 请你们稍坐片刻 马上为你们上菜 其实我吃饭的时候就很奇怪 是因为它其实很缺钱吗 我都听到了 说了说我请客 怎么可能是因为摩拉这么俗气的理由 占星术士要专注于研究星空 若是被世间繁涌之物扰了心神 就会影响判断 尤其是用摩拉去过度满足生理欲望 是低俗 有危险的 所以不吃我们点的菜 这也是占星术士的尊严吗 真的好难懂 但只有我们大吃大喝了一顿 会不会不太好 对啊 还可以这样 你等我们一下 您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们想借这里的厨房用一下 啊 原来如此 那当然可以 只要自备食材 厨房就请尽管借用吧 不过我想多一句嘴 这位客人想必烹饪技术很精湛吧 哈哈 果然不凡 其实我有一个小建议 看您的衣服像是外国人 但既然来了礼乐 要不要试试看做礼乐的菜式呢 我这里有一份黄金蟹的食谱 是非常经典的粤菜 裹上面粉的螃蟹先用油炸 再跟姜蒜一起炒 盛到盘里的螃蟹就像躺在黄金上 黄 黄金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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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那我们现在就去坐吧 凭借你在烹饪上的造诣 肯定一下就学会了 远胡 危ani 文字 中文字 板 脸 sec 这 就算你这么说 好吧 看在弟子这么辛苦 也花了心思的份上 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受吧 好棒的味道 这是我最近吃过最好吃的菜了 那个 我是说 没想到徒弟如此擅长烹饪 为师很是欣慰 啊 离月佳肴的美味 不是说说而已呀 啊 这么一想 花了这么多磨啦 也不是那么心痛了 啊 没什么没什么 吃饱喝足 我们该出发了 从这里继续往北 就能抵达石门 然后就进入蒙德境内了 究竟能学到多么深奥的知识呢 哼哼 真是期待 终于到蒙德了 哎呀 好累呀 想得到伟大而深奥的知识 果然不容易 我倒是没那么累 因为你是飘在天上的呀 哎 看来占星树是也没那么厉害 那是因为你对占星树 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吧 你们几位也是在这里歇脚吗 请问你是 啊 我们几兄弟都是商人 刚在离岳港做完生意 准备回蒙德 看你们好像挺累的样子 我们订的马车一会儿就来了 要不要一起走 那就一起走吧 路上多几个伴来了天 没这个需要 快闪开快闪开 这位小姐有什么不方便吗 别装模作样了 强盗先生 挑路上看起来好欺负的人下手 只要对方上了车 就会把车拉到荒郊爷岭洗劫一通 对吧 你 你在说什么 咱们好心来搭话 却别当驴肝肺 还血口喷人 不坐车就不坐 神经病 那 要不要我现在说说你们身上 有哪些东西是抢来的 不服气的话 我说完之后找人来对质一番 就什么都明白了 如果我输了 我愿意赔你两万磨了 如果我赢了 那你们就得去离岳岗吃牢饭 怎么样 要真是正经做生意的人 没什么不敢的吧 你 你 你真是把我惹毛了 小丫头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但只要灭了你的口 就不会有人知道了 别在意 几个强盗而已 之前你们说占星术师没那么厉害 那正好给你们看看师父威风的一面 哼 怎么样 这下算是回应了你们的期待了吧 对占星术师来说 这可是基本功 在占星术的面前 谎言毫无意义 命运与真实都在星空中一览无余 虽然结果越具体就越花时间 但大概的趋势一眼就能明白了 可是 一路上好像也有不少失算的时候啊 那是因为提瓦特的星空 只展示此事的命运与真实 只要是和你们有关的事情 就会变得模糊起来 就算是我 也没法准确判断 所以 我才要和那个继承者见面 结合他的知识 说不定就能洞悉你的命运了 哼 无论如何 对你来说都是有依无害的一次旅程 好了 我也休息够了 那我们就一口气 走到蒙德城去吧 唉 要是有车坐就好了 你不是不累吗 马上就要见到那位继承者了 你准备好了吗 可别让你的师父丢脸 也对 啊不对 就算是假的弟子 也不能一问三不知吧 虽然师门有规定 不得传授外人 不过 如果是你 也未尝不可 我的占星术是水占术 顾名思义 是通过水中的倒影 观看真正的星空 让我先给你示范一下 看仔细了 就目前的星象和走势来看 嗯 那位继承者是西风骑士 年轻有为 女性 听这个描述 嗯 难道是丽莎 我们马上就会在这里遇见她 好了 有这么多信息 应该就足够了 啊 看来就算是最基础的占星术 也不是一目了然的 算了 等会儿再详细给你讲 她已经来了 是荣誉骑士姐姐 还有小派萌 你们回来了 就是她 伟大学识的继承者 哦 继承者 没错 我就是那个洞悉了星海秘密的占星术士 你也早就计算出我的到来了吧 星海 星海 星海是什么 星海里也有鱼吗 鱼 不 别装糊涂了 你是在害怕我的挑战吗 嗯 姐姐你才是 在说什么呀 我一点都没听懂 但我的真心术是不会错的 嗯 一方万一 我还是问一下 你的妈妈叫爱丽丝 对吗 对啊 哦 姐姐是妈妈的朋友啊 嗯 但是 妈妈现在去了很远的地方 这个我知道 是摘星的结果 但在她走之前 应该把她懂得的神秘学知识 都留给你了吧 神秘学 知识 嗯 听不太懂 妈妈只教了我要怎么做蹦蹦炸弹 原来可丽的妈妈 就是莫娜师傅的朋友 煎劲敌 是的 我师傅虽然很擅长占星术 但她也只懂占星术 爱丽丝就不一样了 她是精通各种神秘领域的全才 所以 可丽年纪这么小 就算听了那些高声的知识 也听不懂吧 嗯 看来是只继承了血脉 还没继承知识 真是实算 这根本没法较量 对了 这位小朋友 艾丽丝 想要载一下 我马上拿过来 你别跑啊 你包里的东西都不要了吗 我帮她收拾这些东西 你们去追她吧 看她这么冒冒失失的 我真担心箱子会出什么事 到了 到了 就是这里 我们来把宝物挖出来吧 不会的 我专门做了记号 是不会有错的 是曹史兰姆 先解决掉它们再说吧 我找到了 就是这个箱子 没有被炸坏真是太好了 回收完毕 我们带回去给那个姐姐吧 你们终于回来了 等得我好无聊 本来还想看看书打发时间 结果这居然是一本莫名其妙的日记 一点意思都没有 明明是从可莉的包里掉出来的 我还以为记载了什么古代知识呢 不管了 所以 箱子找到了吗 找到了 完好无损 那太好了 等等 为什么没有锁着 里面 里面又为什么是空的 是这样的 因为我借用了这个箱子 用来抓我收集的宝贝 借用 现在姐姐要收回这个箱子 所以我就把我的宝贝都拿了出来 箱子就是空的了 你用来装你的东西了 那 那原本里面装这的东西呢 我要的是那个 哦 姐姐原来是要以前装在箱子里面的东西啊 早说嘛 你 该不会把它弄坏了吧 没有 一点都没弄坏哦 那件东西就是姐姐手里的那本书啊 这 这 这原来这书 是日记 是老太婆的 啊 难道是她五十年前的日记 啊 是个五十年要回收的 是她少女时代的黑历史吗 完了 难怪 难怪老太婆叔 无论如何都不能看 看了就要把我大写八块 我 我 我是不是传货了 啊 是姐姐说想要箱子的 没说里面东西的事情 我 什么都不知道 我先走了 不过 只要莫娜不说 你的师父也不知道你看过日记了吧 不可能 占星术能看破一切谎言 你们也都见识过了 啊 画公所有莫拉来了蒙德 没有得到知识 现在也回不去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 啊 好可怜 要不然 就等你把书里的内容都忘光了 再回去吧 这个 太难了 而且就算我想留在蒙德城 也 是 是 不是 你还真是不会说话 那也没办法 不然你就只能回去见你的师父 别 别说了 那 那 就先这样吧 我决定了 暂时住在蒙德城吧 等老太婆的命术到了尽头 我就自由了 可是 占星术的研究要怎么办 不对 首先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关于这个 我们去问一下冒险家协会的凯瑟琳小姐 能不能帮忙吧 冒险家协会 呃 对 如果能通过接他们的委托 换取 呃 你懂吧 嗯 谢谢 那个 我 算了 没什么 原来是这样 我知道了 蒙德城里 有一间控制的魔法实验室 但被不知道什么人施加了一个封印 虽然有几位专家可以解开封印 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实验室了 对这件事不感兴趣 我觉得 如果你提到的占星术士 能解开那个封印 房子的主人应该就会同意他住下吧 好的 那我这就告诉你房子的位置 留下这个封印的人 不简单 要暴力破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意思 值得我用占星术计算一下了 我看看 嗯 原来如此 只需要这样 然后这样 好了 打开了 哇 真厉害 只要回去和凯瑟琳报告一下 应该就可以住进去了吧 不必了 不必了 太谢谢你们了 这位是 哦 我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哥德 刚刚路过冒险家协会的时候 凯瑟琳告诉了我这件事 没想到这么快 这个凡人的封印就被解开了 那就是说 我可以住在这里了 当然 当然 反正里面的设备 放着也是放着 能有人发挥他们的价值 我也很开心 为了表示感谢 我可以用最低最低的价格 把房子租给你 租 租 来之前没听说租的事 而且我还帮了忙 帮忙 帮忙 呃 对 我明白啊 我非常感谢你 所以租金肯定会给你最优惠的价格 我 我的意思是 看来莫娜有些误解 但是 嗯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就租这里吧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去准备一下手续 稍等片刻吧 这次的事 谢谢了 还有就是 很对不起 答应你的事 暂时还做不到 没有占心需要的设备 也没有新的知识 想要看清你的命运 还需要一些时间 但我答应你 等我准备好了 我一定会第一个为你占卜的 谢谢你 能和你同行是我的命运 而且 算是好运的那一边吧 祝你们的冒险一路顺风 我 也要想想以后的事了 如果他不用占心术赚钱 要怎么活下去呢 我们还是偶尔回来看看他吧 要是厄运在房间里 就不好了 要是厄运在房间里 要是厄运在房间里 就不好了 要是厄运在房间里 至此 有时候还重复一顺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